在拥有数间听房的家里若只摆一台电话,往往会遇到要接来电视孩的大费周章移动的问题,这时建议活用能新增无线子机的产品,以平均分配电话的位置。 不只最多能和三台子机配队,此商品还搭载了队长辈友善的音量助听功能,与超大自荐,让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更便利地操作。 顺道一提,产品亦可自行设定三组SOS紧急求救电话,以立在任何状况下立即与外部联系,扮演着生命线一般的关键角色。 而当遇到停电时,主机也能维持通话机能,很值得每个家庭投资一组。 由于电话大多需摆放在显眼的地方,因此外形是否美观也是许多人心中的条件之一。 尤其是以木质家具居多或彩工业封装潢的空间,这款刷上复古黄铜色的电话机,相信能完美融入整体氛围而不显突兀。 至于话筒及按键等处的细腻设计,亦深深掳获了不少人的芳心。 另外,此商品的机能层面也可圈可点,从基本的来电与拨出技艺、音量调节、铃声选择等,到误饶、贵宾与闹灵等便利功能皆具备,同时还可防止病机倒拨,再重视资安的现代社会格外重要,质感与实用性一次到位。 主打可作为办公室主机的此产品,机上右侧共有10个外线专用钮,无论是要转接电话还是联络其他外线都非常便利。 此外,它还富有保留、回话与待接等功能,且可一台连线多台,同时处理各式各样的内外部联系事项。 另一方面,广播功能可一次将重要资讯发布到各部门,秘书策划功能则可供人及时参与线内的通话,以确保重要的话题不漏接,每个细节皆面面俱到。 若想要为公司添购一台高阶型的商用电话机,这款商品或许不会令人失望。 拥有好按的键盘和容易辨识的电子屏幕,可谓是选购电话时的第一个重点。 此商品不但数字眼大又清楚,为了防止印刷掉骰,还特别以透明水晶壳加工包袱, 而屏幕部分则做了微浮阳脚以配合眼睛视线,简单一瞥,即能掌握面板资讯,不用再特地起身垂直确认画面。 其次,此电话机还能针对多个功能进行细微调整,例如荧幕的对比度、铃声的旋律和音量,以及多达8种的暂切时间等。 加上价格颇为亲民实惠,让预算有限的小资组也能轻松购入。 此台电话机的最大特色,莫过于具备了贴心的密录功能,只要插入记忆卡,就能录下超过上百则的通话记录。 让人得以将特别需要留证的对话保留起来。 未来便可作为保护自己权益时的重要音声证据,特别适合商务场合使用。 除此之外,这款商品更像是个人小秘书一样,会随时提供气温、农民力等实用的资讯,在搭配上能清晰辨识所有情报的3.3寸大荧幕,以及简单直观的按键配置等。 操作起来轻松,无负担,可说是高CP值的理想之选。 如果想找耐久性高,不易故障的电话机,选择由知名国际大厂所制造的产品会相对安心。 像是这款来自Panasonic的基本型产品,背齐了诸多便捷的机能,举繁重拨键,暂停与暂窃,电话不等,皆无一不缺,可满足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所需。 为了避免家中幼童不小心按道而误打出电话,此商品还加装了按键锁,能有效防止电话被错误使用,另外亦可在夜间时将铃声关闭以免影响到睡眠。 重视实用性与耐用度的消费者不妨纳入考虑。 不少公司行号会申请两个以上的门号分开使用,而这款商品应具备双外线机能,因此能透过双荧幕资讯轻松管理不同线路的来电,便利性十足,同时亦能省下购买另一台电话的费用,也无需额外同出空间摆放多台话机。 再者,此产品的机能十分齐全,包含赞切,保留音乐,显示本地区号码等高实用性的操作,都能对应,无论是商用或一般家庭使用皆相当适合。 唯一美中不足之处为它是利用电池供电,使用量大10号电速度亦会加快,必须随时留意所剩电量并预备电池。 就算是具备免持机能,使用普通有线电话通话时,接听者的行动范围,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,此时无线电话想必是更理想的选项。 加上这款商品有多达10种铃声与6段适应量可供调整,完美实现了客制化的使用需求。 此外,另一点值得注目的,便在于其外观设计,利落的线条搭配荧幕与数字键的背光效果,使它展现出有别于传统电话的时尚科技感。 只是此电话机可供追溯的记录,偏少,极简底座,也较容易在急忙接听或碰撞时翻倒,摆放时的稳定性略为不足。 若生活中有经常接听电话的需求,或是常受到不明来电的干扰,不妨挑选这种在接听前,便能先透过语音报号以确认播出者的电话机。 如此一来就算离电话机有一段距离,也不必频繁离开座位去看屏幕上所显示的资讯。 不止如此,此产品还搭载了便利的免持通话机能,电话中,也能腾出双手同时进行其他作业,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。 不过需特别注意的是,此机种并未明确标记可保存之来电比数,重视查询来电记录机能的人,可要多加评估。 对于年长者来说,比起功能复杂的智慧型手机,音量大,键盘数字清晰的传统电话机反而更易于操作。 尤其如这款商品来自于台湾本土老字号品牌,可说是不少长辈心中通讯机的代名词,亲切度与熟悉度更胜过其他近年才兴起的外国产品。 当然其功能表现亦丝毫不马虎,不仅能辨识来自不同国家的来电,与世界接轨,还有内建防雷用的接收器,无需担心天后恶劣时收信不稳甚至机体回损。 然而略为可惜的是能储存之电话号码只有15组,较不适合作为商务机使用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